第3個部份就是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Part 2 這個部份是幫你計算一個 definite integral 你不再需要用 Riemann Thumb 的概念去考慮 原來可以很簡單地去計算 先看它的 statement 比較短些 它就說,如果 f 在 a, b 化圍內沒有斷開 另外,大加 f 是任意一個 anti-derivative 由 a, in 到 b, 細加 f 其實就等於大加 f 放回 b 和 a 即是兩個 end points 進去,然後雙減 這樣就算完 所以你計算 area 變得很容易 easy to calculate area 可以嗎?原來你找到 anti-derivative 代回兩個數字雙減就是 通常我們fb-fa 會用以下這個方法去寫 在寫一個中括號括號 有些人不是我們用中括號號號號 allocation 就是一個用來打洞 意思一樣 你用了這個理論,你不再需要 get limit 、remind 等等的東西 當然,先去看看如何用 再看 proof 譬如我想in一個 x 由 1 in 到 2 當然不需要用那個 integration 我們試試畫一條線去看一看 1到2 即是這個部分 他想計算這個位置 這是梯形 說真的,你不需要說要IN 由於Y比X X是1 Y也是1 X是2 Y也是2 所以上底就是1 下底就是2 高就是長1 所以面積其實是上底加下底 乘高除2 答案應該是3 over 2 我們試用Integration的方法 看看是否能夠計算3 over 2 由於X的AntiDerivative 可以寫作x2 over 2 所以我們可以把2和1 放進去 雙減 2的Square over 2 減1的Square over 2 你真的計算3 over 2 可以嗎 當然,你可能會問 為何我們不需要加C 我們之前不是要加C 我們試一試 我們考慮的AntiDerivative 是xSquare over 2 加C 你就可能這樣寫 1 into2 xdx 就是xSquare over 2 加C 再發1,2 你放2下去 就是2Square over 2加C 放1進去 就是1Square over 2加C 你會看到 其實你怎樣放C 最終會弱走 可以嗎?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是Definite Integral 你的C 可以不需要理 那就是Indefinite 就要 自己記得 再來一個例子 這個會有Lower Limit 和Upper Limit 另外可能需要用到Subtution 我們看看怎樣用 因為我們之前學的Subtution 只限於Indefinite Integral 上下沒有數字 現在我們有 當然啦 我們都會比U 做回3x加4 因為你U的5次 會比較容易去In 那兩邊Dx 左邊變成Du 右邊就3個Dx 重新多次了 你看不慣 其實可以這樣去寫 DuDx是3 然後再乘過去 都可以 所以對應Dx 其實就是Du除3 再調整個位置 你待會幫我代入 如果Indefinite Integral 我們可以代了 可以繼續做 但是Definite Integral 要做多一點點 我們這個02的範圍 其實是負X 我們是說X 由0到2 如果你把題目轉為U 那對應的U 應該在哪個位置呢 其實你要找回 所以如果X是0 那U是3X加4 即是U是3乘2 0加4 所以是4 X是2 的話 對應的U是10 也就是說 Range 會變成4In到10 我們把所有的改變 放進去 4In到10 那這一塊變成U Dx其實是Du除3 那麼多人 你這個3分1可以搬到外面 寫了在讀 實際上是In 過U的5次 感覺Anti-Devitive很簡單 次方加1 除次方 放4和10 入去雙減 計分數值 55328 行不行 很多同學都會漏了這一步 我現在打個星 麻煩大家記住 記得轉回 你這個02 是對應X 你轉為U 麻煩你找回相應的U 那用就懂用了 怎麼來的呢 我們看看 那你記得 我們想Proof 的是這一點 我先插出來 我想Proof 就是fb-fa 當然 你給我Define 我只會用Rimundsum 所以我們一開始 都是向Rimundsum角度去出發 那我們首先 先把AB斬開N份 那是不是平分呢 就未必的 我們任意斬 所以斬了N的10 那每一份的闊度 就對應Dx1 Dx2 去到Dxn 第二件事 我們知道 大加F 是世界F的Anti-derivative 那所以你D 就是世界F 我們在每一個 subinterval 裡面 可以對大加F 做一個 min value theorem 譬如第一行 是說 Ax1 這個interval 我們對應大加Fx 做min value theorem 就是 Fx1-fa 除以x1-a 其實會等於 某一點的derivative 如果你不記得 min value theorem是什麼 你可以看回之前的影片 這個是說 Defentiation那部分的MVT 不是剛剛說的那個 行不行 它的原理就是 你頭尾連在一條直線 一個secant line 它的slope 會和你圖中 某一點的stop of tangent 是一樣的 好了 那這個x1-star 其實就會存在於 A和x1之間 如此類推 那這個x2-star 就會在你第二個interval之間 即是x1和x2之間 那你應該合起來 就會有n條色 就是我們想像 全部加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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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發覺 有些東西會約選 這兩個會相約 你期待這兩個會相約 如此類推 你只剩下 你只剩下 應該是fboy和fa 當然 你右手邊雙加的話 你就會把這一堆東西加起來 也就是變成這條色 另外再留意 其實每一塊東西 這裡 是一個長方形面積 Area of Rectangle 每一個interval都有一個長方形 如果我們兩邊 剩下一個限制 就是你那個interval的闊度 最大那個出現0 當然你小一點的都會出現0 也就是說 你會取得很多很多subinterval 類似n出現無限的概念 但是左手邊本身是一個constant 因為fb和fa是實際數字 所以不會影響 但如果你右手邊剩下限制 的話 它是代表一個definite integral 因為是remind心的definition 可以嗎? 這裡已經是area的估算 你每一個subinterval 都有一個長方形出現 所以你剩下限制 會變成definite integral 由於你是由A至B 所以就由A至B寫 也就是說大家fb 減大家fA 其實就對應這條式 那你就做完 可以嗎? 所以我們以後的definite integral 只需要找個anti-derivative 代回頭尾下去 雙減就算完 再看看summary 那你會留意到這條式 其實在說什麼? 就是說 我寫得好一點 如果你有個f 那我d 再in 其實是可以抽回自己出來的 是這樣的解釋 我們剛才ftc1 是說先in後d 是可以抵消 那這裡反過來 就是先d後in 所以你可以看到 d和in是一個inverse的process 互相抵消 可以嗎? 當然我們憑直角都知道 你d的話就向前 in的話就向後 所以就是互相抵消 那這裡的theorem 就再次印證給你看 好了 那我們的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就講完 那我們下一部份 就留下一個影片